今天老师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样子为命格的女人 可以在婚姻中 非常坚持自己的原则 坚持到底 真的 我们来看第一个坚持是 身家太穷我就不嫁 我们要看的是 女生的命盘的命宫 行宫 如果女生的命盘命宫是 无曲加天赋 最好是这两颗心同宫 再来就是 连针加天赋 好 命宫是这两个组合的 女生 她们在个性上面 可以说是精明能干 然后个性独立 失业心又很强 凭她的能力 是可以撑起半边天的 以她的能力 她自己就可以成为一个小豪门 所以她对于选择对象 她是有她的一个原则 赚钱没有自己多的 能力没有比自己强的 职位没有自己高的 身家没有比自己好的 她都不要这样 因为这个组合的女生 她不仅是很务实 她也很现实 她知道一个女强男弱 到最后苦的是自己 尤其是男生太弱了 那个自卑感很强会作祟 反而会影响到自己的 未来的一个事业 所以呢 她就算说这个男的太后是一个基优股 在他们来讲 她没有时间去等待这个基优股 她要的就是掌握现在 因为呢 她们能力强 女人想要在男人身上得到的东西 她们自己都已经有了 那何必去找一个比自己弱的人呢 所以她要的是一个可以跟自己势均力敌 能够匹配的男人 这个原则她是绝对不会打破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则 她是跟公婆住在一起 我就不嫁 光看这个组合就是很强势了 紫薇七杀或紫薇破军的女生 她是崇散自由 不喜欢被约束 不喜欢被绑得死死的 她在个性上面做事情 就是属于那种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比较我行我素行的 再来呢 她很没有耐心去伺候人 她也很没有耐心去听别人 在那边睡睡念 她们的情绪是行于表面的 她只要一不高兴的话 她就是放在脸上 所以一个放在脸上不假颜色的人 其实是很容易得罪人 尤其是得罪公婆的人 那尤其是她不当受气包 她绝对不会让自己受委屈 当她一有不愉快的时候 她就会把自己宣泄出来 所以她了解她自己的个性 就是这么的任性 跟婆婆住在一起的话 婆媳大战一定是免不了的 所以她在结婚之前呢 她就会跟对方讲好 我们要结婚可以 我们绝对不住在一起 因为我不会做家事 我也不会打理家务事 还有呢 我连生小孩子要不要生 都由我自己决定 我不希望别人来干预 再来一个呢 就是我不善去处理那种 走不理的复杂的关系 还有一个呢 什么事情都要去跟公婆报备 她很受不了 因为个性如此 她只要 她认为不住在一起 这些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这些女孩子 她们的能力是很强的 帮父孕也是蛮好的 所以婆婆如果碰到 这种媳妇的话 我觉得不住在一起 但是她能够帮老公 能趁起半边天 也是可以接受的 是 我们来看第三个组合呢 是 原则是我绝对不当家庭主妇 女生的命宫如果是太阳 或是呢 灯狼 或是呢 连针 其实命宫有这些新的女生 她们不会为了一棵树 而放弃整个森林 她们呢 工作能力也很强 但是她们之所以婚后 一定要工作 是因为她们认为 女人经济一定要独立 女人经济独立就有尊严 而且会有安全感 所以呢她婚后呢 她一定会回到职场上面 所以在婚前 她就会讲好了 不管我赚得多 或是赚得少 我一定不跟社会脱节 即便是她生了孩子之后 当她的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 她还是要回到职场上 即便老公家庭的环境 是多么多么的好 她可以养真醋优在家 当少奶奶的 她都不愿意 她还是要回到职场上面 她要的就是 自己的那一个独立 那一份尊严 还有是内心的那个安全感 因为她们也知道 婚姻能够撑多久不知道 但是工作是属于自己 能力的一个累积 我一定要工作 这个如果婚前没有讲好的话 那对不起 我们就拖着吧 所以这三个组合 更有不同的原则跟坚持 我们就拖着吧 感谢观看